吴承万 61岁 离异 严吉市卷烟厂退休 退休金6800元 家住严吉 住房面积66平米 今天还可以过来接我们一趟 谢谢 应该的 你们都辛苦啊 应该的 谢谢 谢谢 接到红娘的电话 吴大哥特意开车到车站 接红娘一趟 在车上大哥告诉红娘 他之前一直在严吉市卷烟厂工作 到现在退休也一年了 大哥说 这一年里他可从来没闲着 就连在家的时候 也得找点事办 我看家里还有两名的 平时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 这个二十来个是没问题吧 我拿呢 我试试 试试看 这玩意能举二十来个 这个还是整不了 这太整了 太整了 我整不了 这个还怎么整不了 一次做二十多 那得做几组啊 不 也就二十来个 我那又别的动作 这个动作又十来个这样 这是练哪儿的呀 这个这样 练 这 这 对对对 吴大哥退休在家没事 平时就在家 举举哑铃打打乒乓球 有时候还会去徒步爬山 山山步啊 我上摩尔山也去 一个礼拜也是两回差不多 大哥之所以喜欢运动 是把年轻时的爱好 延续到现在的 那时候他可是一名 体育运动爱好者 我爱好足球啊 但小动啊 小鞋开始踢了 我平常 为了能看球 吴大哥托亲戚帮忙 来到了严吉卷烟厂 做了一名包装机器维修工 工作的同时 还能去看看球赛 后来厂里也开始 重视足球运动 他还代表车间 参加了几场足球比赛 咱们车间领导开始 重视这个足球了 全场有比赛 每年 这个是比赛 我那州里比赛 我那吉林铁路级比赛 我都参加过 最后名次是第二名 吴大哥告诉红娘啊 现在年纪大了 足球是踢不了了 出去散步打球 除了自己喜欢之外 也是给自己找点事干 要不他一个人在家 真是挺孤独的 在家自己带头没意思 都孤单 好了 还什么想这个 还想那个 是不是一出去 就啥也不想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单身了 已经十来年了 踢到之前的那段婚姻 吴大哥告诉红娘 他和前妻的感情 平均是挺好的 俩人都没有吵过架 那俩人感情这么好 又是因为啥 分开的呢 他自己开了一个 养老窗店 但是吧 我妈把那个 土木的房子 租出去了 把那个钱拿来以后吧 给咱们窗店用来一起 我妈继续在咱们窗店 一起干的话 把那个房子卖出去 把那个钱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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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的父母把老两口 在图门的房子租了出去 吴大哥的母亲还来店里帮忙 这本来就是在照顾他们了 大哥的前妻还提出来 想把父母的房子卖掉 把钱拿到串店里用 大哥觉得这个要求不太合适 张不开这个口就没和母亲说 没想到他的前妻 竟然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和大哥的母亲说了这件事 他那母亲听了 一气之下就回了老家 一下吧 到家以后吧 我妈不在了 我妈饿了 她说图门回家了 那样我妈回那个图门去了 生气了 生气了 那样我妈开始咱们两个子 开始有点毛豆 大哥是个特别孝顺的人 看着母亲被自己的媳妇气走了 心里真不是滋味 他想让前妻和母亲道歉 把母亲接回来 他的前妻说啥都不去 前妻的任性实在让吴大哥忍受不了 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 吴大哥提出了离婚 离婚五年后竟然介绍 吴大哥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